如何把那個按鈕做出來 然後把那個插入環數做出來 程式已經有寫好了 放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在雲端上面 那那個東西是在 我們的哪裡呢 有沒有 就是 應該找得到這個東西吧 文字與這段函數裡面有個程式碼 程式碼打開來之後 其實以後我都會有程式碼 所以如果你要複製貼上回家可以試試看 反正你至少要學會一點 這個學期至少要學會怎麼樣複製程式 第二個怎麼樣貼貼對的地方 第三個 可能你的工作跟這個不一樣 你會改 大概就差不多了 不要說這學期下來你連 程式的修改能力都沒有 你要從 無到有來寫可能比較困難 不過 這個程式碼點開來之後 可以從這邊複製是沒錯啦 可是我不建議你直接從這邊複製 我建議你這邊有個彈出視窗 舊生應該都知道 彈出之後 再來做複製 比較不會有問題 不然的話你好像從剛剛那個畫面複製 會複製到很多的 中間好像會有一些斷行 所以你就複製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剛剛那個 門號 你從那個門號函數 門號清 從門號這邊好了 倒數的這三個 1 2 3 就是我們剛剛要的那三個東西 倒數那三個 C C之後的話 請你再到哪裡呢 再到你的 開發人員的 Visual Basic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我先關掉一下 你打開來之後的話 預設應該會看到 像這樣的話 應該是 這個地方預設是沒有模組的 如果你沒有模組 我先把這個模組移掉 這邊把它移除 你們預設應該是沒有模組 是像長的像這樣子 那請你在 這一個專案的任何地方按右鍵 都可以 插入一個什麼 模組 但是如果你本來已經有個模組的話 你就把那個模組打開就可以了 不需要在 第二個模組 插入模組 好 這個模組 打開來 把程式貼上 OK 你會發現 1 門號 清除 方選 就是手機 程式就寫完了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把它關掉 再到這邊 開發人員的插入 第一個 按鈕 拉一下 找到門號 Ctrl C 因為你怎樣要打兩個字門號 脫欄的話 直接把這個名稱 拿到這邊 鐵上 第一個 那清除的話一樣 再拉一個 清除 Ctrl C 確定 再到這邊 那實際上它插入就是 會幫你把那個剛剛的 我們寫好的那個 兩段程式 連結到這兩個按鈕 如果你做對了 你按下去 就成功了 他就會自動幫你去 執行 那幾段程式 然後清除 特別注意喔 剛剛你不是有貼上 這個 實際上 這個門號的 Sub 頭 跟尾 End Sub 就是去按下它 會執行它 這個是清楚的 Sub End Sub 會執行它 那這一段 是一個 function 就我剛剛做的 如果你有貼上的話 你到時候在這邊 插入函數 就會有個使用者定義 手機 那你當然你可以 有沒有就出來了 按確定 放放錯位置 這樣應該這個 應該是在 這邊才對 這個應該在這裡 OK 那這裡的話我想 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首先第一個當然你要知道說 我的程式在 程式碼裡面 的後面三段 貼到哪裡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 確定你有沒有模組 如果沒有模組 插入一個模組 把三段程式貼上 再增加 兩個按鈕 應該沒問題吧 這我想 可能你們比較陌生 這個部分的話 先試試看 就是先利用那個 雲端上面已經寫好的程式碼 先建兩個按鈕 再加一個 什麼 一個 制定函數 那 因為時間關係 先至少你可以產生 這個 程式碼 然後下個禮拜的話 我們會再講 就是說 如何 去把這個寫出來 從無到有 怎麼做的 那麼 到處 我們